大家好,欢迎来到没有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蛋炒饭的做法 往碗里打入4个鸡蛋进去 然后用勺子把蛋黄单独咬到另一个碗里面 将蛋黄和蛋清全部分离开 然后将分离的蛋黄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一碗剩米饭 直接把蛋清倒入米饭碗里面 再加入少量的米醋进去 这样可以去除蛋腥味 然后直接用手抓拌均匀 先将米饭抓散 一直抓拌到米饭和蛋清均匀的融合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下来准备需要的配菜 切小段胡萝卜 先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全部切成小丁备用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全部切成小葱花备用 锅里水烧开后 直接把胡萝卜丁倒进去焯水 往锅里加入少量的盐 让胡萝卜入个底味 大约20秒左右就可以 然后将胡萝卜丁控水捞入碗里备用 然后往锅里倒入油 油热以后把搅好的鸡蛋倒入锅里面 煸到用筷子搅拌 一直搅成鸡蛋花就可以 将鸡蛋盛入碗里备用 锅里重新倒入油 油热以后 先将胡萝卜丁倒入锅里翻炒 然后再把米饭倒入锅里翻炒均匀 炒匀后用铲子这样压一压 将米饭在锅里铺平 这样能让米饭上的蛋白快速的凝固 也能去除蛋腥味 然后继续翻炒 把米饭炒到粒粒分明的时候 再把刚才炒好的鸡蛋花倒进去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盐进去 最后加入多一些的小葱花进去翻炒 炒匀后关火 这里不需要加过多的调味料 只需要加盐就可以 直接盛入碗里就可以吃了 好了 咱们这个家常版的蛋炒饭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营养非常的丰富 里面没有加过多的调味料 吃着特别的清淡健康 这样做的蛋炒饭 家里的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大家关注点赞转发下 咱们下期视频见 蛋炒饭 鸡蛋炒 퍼 嗯